国家卫生健康委 12月24日 进行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冬季 呼吸道疾病 防治情况 数据显示 12月22日 全国二级以上医院 门急诊 就门诊 加急诊 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 门急诊 呼吸道疾病 总治疗量 比上周同期下降8.2% 比高峰期 下降30.02% 总体呈继续波动 下行趋势 大陆台胞 反台投票 是他们的权利 如果民进党当局 胆敢借题发挥 轻举万动 剥夺大陆台胞的投票权 只会让世人 更加看清其 专制 不民主的真面目 只会被 广大台湾同胞 所唾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